眼音圈摸爬滚打 忙忙碌碌四十多年 曾志伟早已是功成名就 如今最令他担心的呢 挂心的吧 无疑要算是他的儿子女儿们的事业和家庭了 一身黑色正装 曾志伟无论何时何地 都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态势 其实私下里他可是为爱操心的老爸 只不就连出席一个首席活动 满脑子都是阿宝未来的出嫁事宜 曾志伟对于曾宝一的疼爱有目共睹 无论是各大晚会主持还是广告代言 阿宝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曾志伟的身影 就拿2012年第48届金马奖的主持来说吧 原本曾志伟是拒绝的 但就因为女儿想要创造妇女之间的回忆 他立刻欣然接受邀约 但这次呢他们邀请我跟阿宝 我就跟阿宝通过电话 我说你想吗 他说我很想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想留一个我们父女的纪念座 他能够补我很多的短处 所以我跟他大反我自己觉得更轻松 对于儿子曾国祥 曾志伟也一样操碎了心 处处扶持离婷 不仅悉心培养热爱电影的曾国祥成长成才 还处处为他铺路寻求出头的机会 终于在今年9月 曾国祥指导的电影《七月与安生》 不仅获得了票房口味双丰收 他还因此入围了本届金马奖最佳导演的提名 有时候我比较很开心 因为作为一个老爸 孩子能够终于毕业了 在社会大学毕业 这个是最重要的 娱乐新年地香港采访不到